相機平板 氣氛 好 記得 今天是我們第一次 來做蔬菜泥給他吃 有些人會希望寶寶後面一點再吃 因為寶姆一開始有問我 四個月其實就可以吃 那你是希望他現在開始接觸呢 還是你想等他大一點來接觸 我就覺得早點嘗試有什麼狀況 比較快發現也好 OK好那我們就開始嘗試 蔬菜四個月的話呢 要很泥很液體的狀態 還沒長牙 所以要幾乎接近液體的狀態 基本上所有的東西弄熟之後 就是加水把它弄成泥 我覺得應該很好 然後我一定要好好記錄他第一次吃蔬菜的樣 因為這其實是我們自己第一次做副食品給他 因為其實上週就開始了 對 那我們就來吧 期待你喜歡吃我們給你做的食物 笑了 我們今天要做的是菠菜 這個菠菜呢 還有蝸牛 還有蝸牛 因為他吃的量其實真的很少很少 所以我就是可能真的拿一點點 然後先拿起來洗 這餐量就這樣 下一餐的我下一餐再煮 蔬菜這種東西 煮太久營養都流失了 妳看我在切菜喔 妳在看我啊 煮菜 阿阿姨 她說什麼阿姨 哎呀 有點小老頭的那個喔 期待媽媽給你做蔬菜泥嗎 她為什麼會做這種表情啊 期待對不對 媽媽也期待喔 可 愛 愛 嗨 我們現在正在等水滾的同時給大家錄 恭喜特輯 妳有什麼話想要對觀眾說的嗎 有嗎 大家都在看妳喔 好多人好喜歡妳妳知道嗎 好喜歡妳喔 各位觀眾自行解讀 以上就是他對大家說的話 副食品機有沒有 我真的是挑很久 第一次使用 期待嗎 韓國寶寶是不是 寶貝來 做妳的副食品囉 我之前看那個 胃膠影片 把它丟下去有沒有 然後說要加一點水 煮沸鍋的水 所以我就直接從泡奶機裡面 弄一些出來 其實也不知道加多少 隨便加一點 反正重點是打出來要是液體嘛 好緊張喔 我也好緊張喔 不太會用來試試看 GOGOGO 好緊張喔 水好像加太多了 但沒關係 重點是我覺得我做得很異議 這個再看媽媽做菜的小子 它跟果汁雞一樣嗎 我覺得有點類似的啊 這個真的太濕了 這個我覺得不行 他可能會噁心 就此討厭蔬菜 我覺得我還是要讓它濃一點 我決定要再加一點蔬菜了 好 水不夠 來 我加一點點蔬菜汁 這個媽媽其實現在很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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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一下我的成果了 有喔 有泥的感覺 這媽媽剛剛已經做到在懷疑自己 覺得說是不是買錯東西了 纖維是不是還是有點太大啊 還是有一些很泥的部分 我就從那個很泥的部分開始 媽媽第一次為你做的東西 準備好了嗎 好 好 來吧 啊 啊 啊 試試嘛 不想練嗎 不好吃嗎 怎麼樣 還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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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嘴巴我張開了呀 來 來 全部都出來 有這麼難吃嗎 我吃一口 氣死 用後面吃一口看看 不難吃還是不吃啊 很好吃耶 昨天把寶寶接回來的時候 就有問寶姆說 他吃那個食貝舟的狀況如何 他如果吃了這個副食品 他臉都會這樣 嗚 全部皺齒耶 就是好像沒有特別喜歡吃副食品 但是他就是在嘗試中 但後面他就會漸漸習慣 所以說我們也在嘗試我們跟他的 餵食默契 我們再吃一點好不好啊 你好棒喔寶貝 寶姆說他如果不想吃副食品 會呕吐 他嘴巴有在動啊 他有一隻 阿巴巴巴巴巴這樣慢慢吃啊 那我們就慢慢跟他培養 就是吃得很慢吃得很小口 慢慢嘗試這樣 抱起來抱起來 有人穿很帥耶 九五爪啊 又默默給我穿這個 親子裝 好吃嗎寶貝 我剛剛幫你試過我覺得還行啊 但沒關係我們第一次嘗試而已 媽媽下次也會努力做得更好吃 我跟你說我學習很快 第一次做的時候我是在 你知道 感受 等我真的成功了之後 我要再拍一集學吃 想吃 如果你很想看我們的影片 請不要吝嗇按下訂閱 大小的舉動大大的幫助 訂閱 距離上一餐已經過了三個小時 那狼現在就想說 他要再努力不懈做第二餐 重點是因為他覺得 上一餐做得並沒有非常的好 什麼 這非常失敗 我不容許自己這麼失敗 然後還在宅宅面前 所以他現在要再努力不做的第二次 我們希望他可以成功 而且我時間這次抓得比較充裕 上一頓第一次做的實在太大了 我沒有想到這麼簡單的東西 我竟然做不好 要不是我寶貝人姿脾氣好 不失禮貌 不傷我自尊心的微笑 我真的是 恐怕就是 早就跟寶姆說 算了還是你做吧 不行我要有尊嚴 我要繼續挑戰 我覺得這一次我一定要成功 做出我一開始就想要做出來的 菠菜泥 第一次做這兩次 真的都不是我想要 那跟我想像差很多 果然是我眼睛學會的 但手沒有 調整 再來一次 我終於明白為什麼我每次看影片啊 或是什麼大家放的菜量都比較多 我上一次用了少少的量之後 我覺得放多是有原因的 所以我這一次決定來加量試試看 這個媽媽現在已經開始倒鼓倒鼓 不知道最後結果會如何 我們一起看 這次超多菜 感謝你的耐心 麻煩這次第二次 抱著必勝的決心 做出好吃的菠菜泥給你吃 會做重新料理的人 見了一個菠菜的搞不定 我覺得很羞辱耶 這次我一定要成功 覺得這次怎麼樣 有是不是 量的問題是不是 對因為我後來發現這個工具 因為為了安全性 把刀片外面照的是這樣 所以它有一個空間 菜要夠多才有辦法這樣轉 如果你菜不夠多 它就轉不到菜 然後加上我前面水加太多 菠菜湯 有喔有喔 有欸我覺得這樣好像跟 看到的那些比較類似 我決定拿那個 我幫她準備的那個 分裝盒 直接拿出來試試 對嘛 這是我一開始就想做的菠菜 那你成功了耶 果然 要做了才知道 不然我都一直以為我很會做 萬歲也很想吃耶 對啊萬歲喜歡吃菜 對嘛 對嘛 真是的 第一次做那什麼東西啊 那個一定不是我 怎麼可能我會做出那種東西呢 教授 明明要做菠菜 你怎麼會變成菠菜水 菠菜汁 怎麼可能呢 對嘛 媽媽要不要吃吃看 好我可以try try 怎麼樣 很好吃吧 就是菜 就是菜泥啊 完全沒有味道 好菜喔 難怪你小朋友吃下去 臉會皺成一團 因為我也會皺成一團 真正的媽媽要來為你吃菠菜泥 像一個我知道你委屈了 不知道是誰 好不好吃 其實不錯的吧 不錯吧 好吃 好吃 對嘛好吃對不對 來我們再來吃一口 好吃 好吃 怎麼會這樣 好吃啊對不對 你也笑得好開心喔 是不是很好吃 欸不是不是 恭喜啦 恭喜 好好吃 好吃 你好棒喔 好棒喔 吃進去 我快被打敗了 你看哥哥好想吃喔 對不對 要不要吃 為了證明這次好吃的菠菜泥 來萬歲 爬下 等喔 等等 等等 OK 哇 看起來好好吃喔 是不是 欸 跑了耶 蛤 不吃了 來來來來 你看他吃的津津有味 好吃的菠菜泥 你看我們萬歲吃成這樣子 哇 薛太吉也吃了 看這是好吃的菠菜泥呢 薛太吉 你吃的津津有味耶 今天 狼的第一次副食品的製作挑戰已經完成了 我的心得分享就是 我實在是太低鍋 因而副食品製作的難易度了 也不能這樣說 因為我們之前沒做過這種泥狀的東西 對啊 做給人吃都是 因為你們牙齒嘛 對啊 而且我知道我喜歡吃什麼 但他其實很多事情他也是第一次 嘗試 兩個第一次嘗試的組合碰在一起 就產生這樣火花 但我覺得還好 還好我就是 有啦 第一次試做才知道問題在哪裡 第二次做才會成功 那我也很感謝就是我們家寶貝 一直都給我一個 禮貌的拒絕 對 不屬禮貌的微笑 第一次是這樣射了笑 把東西全部吐出來 第二次含在嘴巴裡跟我這樣射了笑 衝轉頭說 不過看其他人的影片 然後寶寶臉都會走在一起 寶姆那時候有說 第一次給他吃十倍粥的時候 他其實也是 但他對你不會 他對你都是笑 然後就 好啦 但我覺得這一切都是好的開始 他的第一次 你的第一次 那我們最後就會有更多機會 對有更多的嘗試 我覺得這樣也很好 我覺得紀錄起來第一次真的很重要 過了就沒了 對過了就沒了 我一旦成功 我就不太會再把菠菜尼打失敗 然後你也看不到 你弟弟那個禮貌的拒絕 對對對 你以後再沒有機會看到我做菠菜水 菠菜湯 那今天我們的 題詞挑戰的狀況是這樣子 不知道有沒有新手的 爸爸或媽媽的狀況是怎麼樣 我相信很多有經驗的 可是看到第一次我這樣做已經吐血了 就每個人都有第一次啦 那今天分享就到這裡 喜歡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也謝謝寶寶 謝謝乖郎 大家掰掰 恭喜說掰掰啊 掰掰 掰掰啊 掰掰 又不是禮貌微笑 掰掰 不停 怎麽 我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